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龙珠系是让龙珠更像一部战斗动漫的作品 大量的战斗队打 是龙珠系受欢迎的原因 有时双方实力相当 但大部分的对战都是实力悬殊 随随便便都有一方能掌握战局 一个守者就能控制你了 这种碾压对战在龙珠系出现就相当多了 今天就让我跟大家盘点一下 龙珠系十个实力悬殊 完全能碾压对手的战斗 在赛亚人片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悟空在剑娃娜修炼 没有预算好时间 当时悟空还不会瞬移啊 被吉他拿把也到了地球 戏战士们都在奋力对抗拿把啦 悟空还正在赶路回来 真的即使荧幕前的我啦 拿把身材魁梧高大 略得西战士不要不要的 天津犯 角质 雅木茶 比克都暂时啦 悟犯 克林被打的遍体鳞伤 完完全全感受到了赛亚人的厉害 悟空你几时才到啊 拿把面对西战士越打就越亢奋 从穿着赛亚人战斗服 打着打着 就自己脱身一条内裤 可能要展现他的肌肉吧 好好的 为什么穿条内裤战斗啊 面对这肌肉难也相当没办法 剩下的克林比克乌犯 依然还不是他的对手 对面的拿把越战越勇 正要杀掉乌犯的时候 悟空赶到了 贝吉他表示面前的家伙 战力有八千以上啊 拿把都吓傻了啊 但是你们都知道的啊 就算知道敌不过 也要硬着头皮上啊 这一定是探测器坏了啊 所以拿把就上前跟悟空过了几招 没想到还真的被悟空掠得不要不要的啊 贝吉他健壮 看来拿把再打下去 也不会逼出悟空使出权力了 这实力太悬殊了 所以就吩咐拿把退下 让我们的贝吉他王子上吧 拿把听了贝吉他命令心有不甘啊 悟空打不了了 旁边的克林乌犯总能打了吧 所以一个转身就冲向乌犯的方向 悟空也被拿把突如其来的偷袭吓到 你这家伙不讲武德啊 如果悟空还不使出权力的话 就真的救不了乌犯了 悟空开启了剑王拳 在拿把还没攻击到乌犯克林前 就完完全全将拿把给制服了 真的可以说秒的完完全全不留痕迹 高高举起穿着内裤的拿把 然后将这个大块头丢回给贝吉他 这个场面真的蛮经典的 前面拿把虐的C战士不要不要的 然后就这样被悟空的剑王拳秒了 完完全全能感受到悟空在剑王那修炼的成果 贝吉他在得知悟空成为超级善人之后 真的大受打击 这么一个低等战士也能是超级赛尔人 我就跟赛尔人王子的面子放哪啊 不过事实摆在眼前 悟空确实比贝吉他强很多了 所以高傲的王子再怎么不愿意面对 也得放下自己的面子 发自内心的反省一下 当贝吉他面对自己的心魔 照着悟空的训练参丹 土法炼钢终于谷底反弹了 也能变成超级赛尔人了 贝吉他在人造人19号20号出现的时候 他高调炫耀自己已经是超级赛尔人了 还支撑自己是苏巴贝吉他 就问你们帅不帅 小伙伴表示帅帅帅 赶快解决眼前的人造人吧 贝吉他说 好吧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一开始被19号的一套年招狂咒 但是贝吉他微微一笑 只有这样吗 就一下局势逆转 将19号打得怀疑人生 正当19号被打怕在地上的时候 贝吉他不知道是大意还是故意的 19号趁其不备抓住贝吉他的双手 打算吸干贝吉他的能量 19号表示 我不打算放手了 你的能量就被我吸干吧 贝吉他听到不放手就开心了 那就看看你的手长 还是我的腿长吧 贝吉他变成超级赛尔人信心倍增 连自己的腿都充满信心 就双脚踢在19号的脸上 用力一动 19号说好不放的手 就被贝吉他撑断了 这个能吸收能量的双手 就这样被舒趴贝吉他扯断了 19号吓得连滚带爬转胜就逃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只见贝吉他哈哈大笑 看我的大爆炸攻击吧 19号就被贝吉他的大爆炸 打得剩一个头了 这真的是完全被舒趴贝吉他碾腰 19号不止实力比不上贝吉他 连手的长度也比不上贝吉他腿的长度 这还怎么玩啊 当贝吉他也能用腿碾压你的时候 当然是领便当的时候啦 杀鲁是龙树系一个邪恶的反派 他吸收了17号18号变成完全体 在杀鲁游戏中 杀鲁为了激发物范的潜能 所以弄出了7个小杀鲁 别看这个小杀鲁体型小小 实力可不一般啊 将戏战士们打得差点就去见年王啦 这时的16号也跟物范说 要靠你保护地球的可爱小动物啦 看来再过不久 全体戏战士就要全军覆没啦 谁知道杀鲁此刻就一脚踩爆16号的头 物范潜能瞬间被激发 我的伙伴啊 我的16号啊 愤怒的物范终于超越极限 变成抄袭赛亚人2 杀鲁我生气啦 我真的生气啦 只见物范强过杀鲁手上的仙斗 然后瞬移到小杀鲁面前 一个手刀 BOOM 就解决掉一个 剩下的小杀鲁都被吓坏啦 然后展开一波无意义的反抗 现在的物范不是普通的物范啦 他可是说巴塞亚金兔啊 不止就下了小伙伴 又一脚秒掉了第二个小杀鲁 其余的小杀鲁健壮 虽然吓傻啦 但是大哥吩咐全上啊 全上应该就没问题啦 只要大家团结就应该能解决眼前的怪物啦 谁知道 物范一直强调 我生气啦 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 然后就将小杀鲁给团灭啦 刺客的物范是非常少见的物范 眼神非常犀利 全身充满杀气 只能说小杀鲁们 你们一路好走吧 龙珠系不欧片 是沙鲁片七年后的故事 这时地球已经和平了七年之久 在不欧片开篇时 C在世实力有没有进步 也是个未知之术 邪恶的巴比迪准备复活不欧啦 正在收集各地的能量 两个龙烫魔人 或者在舞蹈会上找可口的能量员 物范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街王神为了找出巴比迪的下落 所以吩咐C战士不要插手魔人的行动 好让他们收集的能量去找巴比迪 这样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幕后的大boss啦 结果巫范的能量确实被吸得一干二净 街王神和C战士 随着两个魔人找到了一个飞船的地址 街王神和三个赛亚人就进了飞船 悟空 巫范 贝基塔也不着急找出对手 想玩玩战斗游戏啊 每到一成就会出现一个把关者 街王神说 大家一起上 赛亚人们说 不要 我们猜拳决定 我们要玩1v1 当悟空分到一个营养不良的西光魔兽后 巴比迪就用魔法转移战场 没想到是一个漆黑的战场啊 非常适合西光魔兽战斗 街王神表示 你们不一起上吗 看来悟空有麻烦啦 无法回答说 没事没事 这小差一跌啦 只见悟空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用气感应魔兽的位置 然后悟空尝试用变身的气 点亮整个场所 没想到西光魔兽真的能吸收光源 一口吸就将悟空身上的气息 给吞进肚子啦 哈哈哈哈 你的能量有多少 我就吃多少 悟空停了 一方面感觉自己被挑战了 一方面还真的想看一下 他真的能吃光自己的气焰吗 然后就一个大爆气 魔兽就一直吸 一直吸 悟空表示 全部都给你啦 魔兽心想 够啦够啦快撑爆啦 悟空还是 全部都给你啦 就这样 魔兽就像骨气的小青蛙 整个被撑爆啦 悟空表示 我都还没出全力啦 还有超二超三形态还没用啦 就这样爆啦 一旁的剑王神看啦 原来还能这样打败敌人啊 服啦服啦 未来特南克斯在龙珠C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 毕竟人家是未来人嘛 穿越回来告诉大家 未来原来还有那么一个时空 17号18号将会大肆破坏地球 好让戏战士们做准备 没想到大特则只穿越 改变了主时空的全部情节 不止多了16号19号20号 还多了一个杀戮 只能说想改变主时空的命运 没想到让主时空更复杂啦 大特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时空 也想帮西战士解决更强大的杀戮 所以就跟随了贝基塔一起到精神石阶屋修行 这一修行不得了 虽然还是不敌杀戮 但是自己的实力明显进步不少 这是大特穿越回来最大的收获 等乌犯解决了杀戮后 大特也得回到自己的时空啦 这时的大特哪还是之前那个被人造人狂猎的大特 只见大特回到自己的时空后 就马上找17号和18号啦 大特时空的17号18号可是杀人不眨眼大魔头 大特也没客气的啦 上去就一个波 直接将18号打得灰飞烟灭 17号也看傻啦 才几天没见 眼前这家伙到底充了多少钱 没等17号反应过来 大特马上就踢飞17号 然后一个波又将17号打没啦 果然在精神石阶屋修炼是有成果的 解决了17号和18号之后 还有一个杀戮啊 大特知道杀戮马上就会出现 就装没事发生 让杀戮自己掉进陷阱 杀戮都吓傻啦 你怎么知道我的存在 大特表示 我可是看过剧本啦 低形态的杀戮怎么是大特的对手 在一顿狂虐之后 杀戮觉得该出绝招啦 就来了一个龟派气功起手室 没想到还没喊完 杀戮的气功波已经到了眼前 没来得及对波 可怜的杀戮就被秒啦 比克在龙珠戏 是长期被大家忽略实力还不错的战士 这有什么办法 谁让赛亚人强盗 让身边的人都无地之容啦 比克也还算不错啦 还能勉强跟上 当比克去到纳美克星时 实力有一次很大的提升 比克在赶往对付弗丽莎的途中 见到一具类似尸体的纳美克星人 没想到这是被弗丽莎打得奄奄一袭的尼尔啊 尼尔是战斗型纳美克星人 如果得到尼尔的同意 让比克给同化的话 那比克就能瞬间变成超强的纳美克星人 就这样比克解释成功 与尼尔合体啦 比克只感觉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体内散发出来 这股是什么力量 强大到恐怖啊 老子现在就是超纳美克星人啦 比克得到强大的力量 在原地仰天哈哈大笑 笑完了就继续赶路吧 在第二形态 弗丽莎正准备解决掉 被其他克林合物犯的时候 突然一道白光闪到他们中间 不是谁 就是我们的比克 带着白光来啦 比克马上就看着弗丽莎 来单挑吧 弗丽莎也答应啦 弗丽莎跟比克打得有来有回 弗丽莎剑打了这么久 都好像拿比克没办法 看到眼前这家伙没使出全力 比克微微一笑 我已经是收怕纳美克星人啦 一个爆气 弗丽莎就被弹开啦 白光闪闪 完全能闪瞎了大家的眼睛 这就是最强的纳美克星人啦 在一顿对打后 弗丽莎脱下重量战斗服之后 说出了龙珠的经典台词 我还没出全力呢 就让弗丽莎见识见识 真正的苏巴纳美克星人有多恐怖 第二形态的弗丽莎 哪里是苏巴比克的对手 看来只能拿出真本事啦 变成第三形态 弗丽莎就没戏差啦 不过苏巴纳美克星人实在太帅啦 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上场吧 他可是可以碾压第二形态的弗丽莎好吗 在杀鲁进入第二形态后 大家都以为死定啦 这家伙吸收了17号之后变得超强的 虽然还没事完全体 可戏战士已经不是他的对手啦 变不变完全体好像都能碾压全场 但是龙珠有一个让主角团开挂的地方 那就是精神时间屋 当贝奇塔和特南克斯从精神时间屋出来后 第二形态的杀鲁就注定倒大梅啦 人家骄傲的贝奇塔王子 可是进化成了苏巴贝奇塔啦 当贝奇塔来到杀鲁面前时 贝奇塔表示自己已经超越了超级赛人 这个苏巴贝奇塔形态 看上去就跟超级赛人的外形差不多嘛 但是实力不能跟超级赛人同日而语 实在强太多啦 虽然第二形态的杀鲁一直嘴硬 说着自己还没出全力 如果拿出全力贝奇塔就死定啦 但是苏巴贝奇塔也不管杀鲁如何叫嚣 人家的拳头可是拳拳到肉啊 都将你杀鲁的身体打得一个凹凸不平啦 怎么还那么嘴硬 苏巴贝奇塔现在的实力确实是碾压杀鲁啦 可是实力强大的背后 却是一颗脆弱的内心 杀鲁告诉贝奇塔 如果自己是完全体的话 就不会被虐得那么惨啦 骄傲的贝奇塔表示 完全体就很强吗 我不信目前有能超越 苏巴贝奇塔的力量 所以就放任杀鲁变成完全体啦 那结果当然就是苏巴啦 如果贝奇塔在杀鲁第二形态 就解决掉他 那后面的剧情就没啦 不然也没超级赛人二形态 贝奇塔如果杀掉第二形态的杀鲁 苏巴贝奇塔将会是当时最强形态 但是哪有这么多如果 说不怕贝奇塔的高光时刻没多久 又被身家负责给超越了 龙珠的反派之间充满许多背叛 就像拿巴被贝奇塔打死 贝奇塔又背叛福利沙军团 到了布偶片 巴比迪复活了魔人布偶 但是这个胖胖的布偶 可不是真心愿意被巴比迪拆遣 魔人布偶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有一颗小朋友的童真 巴比迪原本想利用布偶统治世界啦 但是布偶做任何事好像都是为了好玩 当悟空在布偶和巴比迪面前 玩起变身魔术时 布偶是觉得这家伙怎么这么有趣 而且实力也很强 跟悟空打架好好玩哦 但是巴比迪可不这么认为 超杀悟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之后统治世界的绊脚石啊 自己又没那个实力跟超杀悟空抗衡 自己没有 但是布偶有这个实力啊 就像这让布偶马上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但是悟空这次会面 不是真的要打个你死我活 而是要拖延时间 等特南克斯拿到龙珠雷达后就瞬移跑掉啦 巴比迪感到很愤怒 不是教你解决那个黄毛长发怪胎的吗 怎么你那么水 我请你回来是干嘛的 你是在浪费我时间吗 巴比迪就噼里啪啦骂个不停 布偶听了当然很生气 要知道胖布偶可是小朋友性格 是经不起这般谩骂的 但是他又有很强的破坏力 巴比迪也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 还是继续破口大骂 布偶一把抓住自己老板的喉咙 巴比迪也念不出咒语控制布偶啦 然后波就一个波 将自己的老板打得灰飞烟灭 这股勇气应该是众多打工仔 梦寐以求的 以后再也不必听到老板在耳边鸡里咕噜啦 贝基塔在地球势力之后 回到福利沙军团总部 我们才知道贝基塔在军团内 势力也不是顶级的存在 连邱仪登场都能抢我们骄傲的赛亚人王子 而且从邱仪的口中知道 在贝基塔还没去地球前 这个碾鱼怪的势力是在贝基塔之上的 但是我们的赛亚人王子 在地球异议之后 兵死复活实力大增 加上又学会隐藏气息这一招 战斗侦测器对贝基塔的预估已经不准确了 邱仪还傻傻接了福利沙的命令 打算暗杀贝基塔力大攻去了 没想到眼前的贝基塔可不是当初的贝基塔 随便一个爆气 探测记忆就显示两万事 邱仪看到这个数字 哪还敢去应战 想办法逃脱吧 还说什么跟贝基塔连手干掉福利沙 贝基塔哪还看得上邱仪这个龙套角色 打算就地正法 不要啰啰嗦嗦的 邱仪心想连手不成 那就是用诡计逃脱吧 骗了贝基塔的注意力 就一套狂轰烂炸 邱仪还以为自己干掉了贝基塔了 谁知道我们的赛亚人王子 不知躲过了所有攻击 还一点伤都没有 邱仪当场吓傻了 才多久没见 这个人真的是贝基塔吗 就转身逃跑 这哪还逃得出贝基塔的手掌心啊 一下就追上了 一个肮脏烟花 就这样我们的鸾鱼鸽炸的一点都不剩了 赛亚人冰死复活确实证明了 实力会有大幅提升 下次要好好检查赛亚人的对战记录 才好叫嚣 不然一个不小心就落得秋仪的下场 龙珠C的剧情总会有那么一种攻势 敌人已经在狂念C战士了 悟空还在赶路途中 这个攻势百事百灵 每次悟空赶到现场都会让人安心 悟空来啦 没事啦 在贝基塔拿巴到地球后 悟空从剑王星赶回去 小伙伴一个个被拿巴虐得半死不活的 甚至亚木查天津犯 角质比克还战死啊 到了纳美克星也一样 贝基塔克林误犯 被基纽特战队虐得剩一口气的时候 悟空才刚刚抵达纳美克星 即时救下小伙伴 在战斗侦测器的观察下 悟空现在的战斗力是5000 基纽特战队就狂了 只有5000 不是我们基纽特战队的对手 悟空表示 你们确定吗 我一拳下去 你们可能会死哦 头号种子利库姆表示非常不相信 就准备炒悟空攻击 谁知道一拳打过去 悟空不见了 利库姆说 我还有更强的招式呢 没等利库姆发动完毕 悟空就一个轴机直接将利库姆打晕 接下来就是二号种子三号种子上场了 一套连招根本完全碰不到悟空一根寒毛 悟空强大的实力完全掌握战局 一脚一拳马上就将二号种子巴特打晕过去 三号种子及时健壮 哪还敢惹悟空 再打下去真的会死啊 就抛下队友转头就离开啦 悟空这一次登陆纳美颗星 完全展现了实力的超群 连背基塔都怀疑悟空是不是已经是传说中的超级赛尔人啦 可见这时的悟空 不要说能打怕纪纽特战队其中几元啦 如果纪纽特战队五人一起上 应该也能瞬间搞定 完全不必使出全力 龙珠C的战斗是有分等级的 当主角团修炼升级后 那么就是敌人恶猛的开始 尤其赛尔人那么好赞 通常都不会马上解决对手 而是要玩弄一番 这也是龙珠非常重要的看点之一 好啦本期内容到这边就结束啦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中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